从川普跟中国谈崩了以后 差不多24小时来 我们得到了很多令人感到非常尴尬的情绪 在美国谈判代表和中国谈判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川普有一个表态关于香港 他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那么相信中国政府会把它处理好了 这个言论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了很多重量级的参议员 都在要求川普政府能够纠正他的姿态 或者说要求国会能够给予一些压力 帮助纠正川普的问题 那么尽可能让国际社会不要产生什么误解 其实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 来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 他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 老是纠缠着这个贸易问题 以至于两国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么很多人把他认为是川普急于打成一个协定 川普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很快就看到了结果 对吧 中美双方都在心不在焉的做着谈判 美方没有抱有过大的幻想 哪怕是川普已经做出了表态 但是中方还是不依不饶的 认为中国的市场是美方不可或缺的 现在唯一能拿得出来的可能就是这个 不断地要求美方能够摆正位置 不要认为脱离了美国中国经济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吧 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其实不仅仅是谈判代表 希望所有的幕僚 包括他自己都坚信中国的市场 是美国不能缺少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中美之间基本上就是一个快散 见个面 聊两句 OK 下面的谈判取消了 立马搭的航班就回美国了 就像完成任务 相当敷衍 其实双方都在敷衍 那么美方给出的这个机会 应该来说已经足够了 尤其是川普的这种表态 他认为他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再是好朋友 总得按罗斯福的话说 是吧 邻居再好 中间也要隔到里一半 你为了中国利益 我为了美国利益 对吧 双方都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那么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美方有几个动作 一个呢 美联储降息了 紧接着川普就宣布加税 先加10% 你们剩下来的3000多亿加10%的话 也就意味着来自于中方的所有赃比 都在加税的范围之中 无非就是前面2000多亿 25% 后面两天 后面3000多亿呢 目前10%很快就要加到20% 25% 最终 最终川普要加到45% 是吧 川普自己说有可能会加到更高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一直在说最高可以加到45% 其实你就是加到100% 也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川普呢 是一个非常 商业化的一个领导人 而中方领导人都认为 他是一个商人 一个房地产商人 打从心眼里 他们就看不起房地产商人 因为在中国这一类的人 往往只是 政府眼中的洋姑 对吧 什么时候想看你一刀 什么时候就砍上去了 那么 作为川普这一方来说 他非常 实诚的 履行了 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 他要求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做到了 他要求给中方加税 加到25% 甚至加到45%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他也正在 逐渐地做到了 那么一天来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在评价这个事件 其实这个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评价的地方 很简单的事 美方按照自己的程序 在循序渐进的 旅行 川普竞选时候的承诺 中方所规产的这个市场 美国今天已经正式宣布了 从2019年 上半年结束 那么统计报表的数据能够证明一点 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墨西哥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 北美自由贸易区 已经替代了中美之间的 所谓的最大贸易伙伴关系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制约他的地方呢 现在加的10% 基本上传导到经济活动组 可以一直持续到年底 对不对 你无论从订单上来看 还是从旅行的这个贸易协定 贸易结果来看 基本上到年底的贸易 都可以定下调子来 中方有很多企业 即便是出口到美国市场 它的利润也不足10% 加税10%也就意味着 所有的订单都黄了 利润都没了 中国外向情的企业会死一大片 那这不是吓唬人 这是真实的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 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 SAT都在变 对不对 SAT前面允许 旅司机上路 现在呢 今天刚刚宣布 年满21周岁的公民 都可以出国旅行 办理护照 也就意味着 没有男女的界限之分 女性也可以 没有男性家属 陪同的情况下 可以周游世界了 SAT这样的国家 对吧 典型的 伊斯兰世界 都开始发生转变 那我们还看到 中国的领导人 还在暴残首缺 他们还认为 这个世界离不开它 他们这个观点 是从哪来的 真的很难理解 或者说有很多人 认为 美方给中国商品加税 全面加税 所有卖到美国的商品都加税了 你无论是10%还是25% 这必将要传导到美国消费者 美国的最终 民众要承担 加税以后的后果 真的是这样吗 今年我们看到 已经公布的美方的消费数据来看 来自于越南的商品 暴增了三分之一 如果你要是熟悉 美国的物流企业 比如说它的行情的话 你应该可以看到 来自于中方 这些商品占库存越来越少 所有的仓储周转 来自于印度 来自于越南 来自于东南亚 其他国家 来自于墨西哥 所有的商品都在增加 只有来自于中国的商品 在减少 美国的消费者 可能有一段时间会不习惯 或者说 已经依据美国的中国消费者 他们会感觉到 很多来自于中国的商品 会减少销售量 零售额可能会增加 比如说零售的价格会增加 但是这个过程 在中美双方的调整过程中间 这是必然要出现的 现在加10% 过个两个月 还是过个半年 加到25% 最终全部加到25%的基础上 是不是还会上调 谁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一点 中方认为美方 绝不会放弃 中国市场 以及来自于中国的消费品 尤其是快速消费品 传导到美国社会中 价格如果出现过大的增幅的话 那么美国的选民自然就会选择民主党 放弃对川普的支持 我们前面看到了很多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一些院外游说集团 都在希望能够改变 中美之间目前的这种对峙 认为川普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伤害了美国经济 但美国经济真的受到伤害了吗 谁能明确地告诉我一个数据 美国的经济 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已经陷入了 参考消息报道的是吧 德方或者是俄方的媒体报道的 美国经济是一个虚假的繁荣 美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美国其实你看不到 看不到的原因很简单 美国始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它也从来没有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不要为美国人担忧 美国所有的政府 所有的政府的决策 都是基于美国自身的经济 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公民在 批评川普的政策 是吧 这很正常 这也是他们爱国的表现 这也是他们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但是有很多中国人 比美国人还要急 非常非常想纠正川普的错误 目前看起来意义不大 为什么意义不大呢 因为美方现在做的所有的政策 都是在循序渐进的做 他没有一杆的撑到底 没有说一步到位增加25%的关税 让来自于中国的商品 突然在市场上绝迹 或者说在替代国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 拉伸美国的零售价格 其实我们都知道快速消费品 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抗拒的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生活必需品的主要的一个来源 川普政府现在做的所有的动作 都可以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一点 它在慢慢的让美国社会 包括美国民众 在熟悉今后的快速消费品 来自于中国的部分 将越来越少 其他国家很快会替代进来 没有中国 没有中国提供的这些快速消费品 之前是不是美国人 就生活的当真那么水深火热呢 改革开放不过三四十年 对不对 之前美国人也没有饿死 美国人也没有说因为没有自己的工业品的销售了 是吧 必须要求着中国来生产这些东西 之前没有过 之后也不会发生 任何一个政府在打一场有准备有预谋的战争之前 他们是有自己的预判的 中美之间发生的问题 从去年三月二十号开始 美方启动 三零一调查 就是一场有预谋的战争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经济战争 是吧 你感觉到看不到硝烟 但是我们能看到很多 小孩 不要过分的 认为美国市场还像中国那么不成熟 其实中方已经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了 说句良心话 现在急转案会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 而且成效不会那么大 美方要求的是中国改变经济结构 说到底一句话 台是那个 党不要去管经济 这一点中方做不到 只要中方做不到 中美之间的问题就不会有一个和平的结束 双方的对峙一旦形成 必将有一方倒下 看看谁倒下 太简单了 对不对 现在就可以猜到 要不了几年 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以不要替武人担忧 不要替美国人担忧 川普不缺这几张选票 大家都可以和平的发表自己的声音 但是不要太把自己当个玩意儿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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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